那時我一天吃兩包煙 但都知道吃煙不好 但就沒辦法戒 我連咳大傷風的時候都忍不住 所以我就覺得不如試試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 而我用的戒煙方法 我決定戒煙之後 我的煙全都在身邊 我不會藏起來避開 我每天都看見不吃 我才能證明真的可以 結果是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後呢? 第一天早上起床之後是沒事的 我過了兩個星期 因為我要看看自己是否可以 即是第一天早上起床後 你立刻就不吃 說不吃就不吃 說戒又戒 所有的東西都在原位 即是我的辦公室、影樓、車 我自己的背包 全部都照樣有煙有打火機 但只不過我看到也不吃 其實這件事想帶出來 就是說其實戒煙也好 即是找一個 咦 可能沒有什麼可能的 如果你覺得那件事是沒有可能 你不去做 其實就是你永遠都不會成功 但是如果你覺得 咦 這件事是應該要做 如果你又真的覺得 認為是正確的 我應該要做的 你其實是應該要去 起碼你要去試 好嗎 謝謝大家 來這段影片